学习录影 肢体动作很重要 此季福龙联络处举办手机录影教学 三天课程 有30位志工报名学习 真的是增加信心 之前好像都不懂 虽然今天还有很多 会觉得还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会手忙脚乱这样子 但是我相信只要多练习 应该是没有问题 其实记录历史 我们昨天的就是历史了 就好像以前我小时候写日记 过后我往往很喜欢看回来 一看回来一幕一幕的情景 就好像电影这样 也是一种好的回忆 81岁的年长志工学习精神 不输年轻人 用心抄笔记 想透过镜头把爱推广给更多人 我有活的一天 就有很多空间给我学 所以我想到这个摄影 拍照很有意思的 如果我到那个感恩父的家里 有什么比较感动人的画面 我可以把它留下来 一级在手 人人都是真善美之工 善用科技 为时代做见证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检绣方 黄秀珍肖药组 马来西亚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